原调题 谁说刚建国就一定国立空虚 大明王朝用三十年时间 铸造了超级舰队中国历史悠悠五千年 历代王朝更迭不断 绵延至今 无论是强悍还是盛唐 都未能跑出了中国的国家 最终走向覆灭的结局 而在这些伟大的大义统王朝建立之前 必然有一段山河破碎 四处争拔的战争岁月 经过几十年的战争 民不聊生 国力匮乏 而这一规律 几乎适用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 在秦朝末年 各地诸侯群雄并起 最终推翻了秦朝的统治 在厮杀过后 刘邦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 建立了西汉 但是此时的汉王朝国力微弱 兵力不足 民生凋敝的汉朝 甚至连皇帝出行的四匹纯色白马 都无法凑齐 但是三百多年前的大明王朝 却显得有点奇特 在南宋末年 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 北方蒙古游牧民族逐渐兴起 到户壁列时期 元朝最终统一了全国 但是 素来以游牧出身的蒙古族并不 善于对中原和江南地区的治理 甚至在元朝统治者的眼中 中原地区最终会为发展为一片大牧场 对于中原地区的普通老百姓而言 元朝的统治是极度的黑暗与残酷 在这一背景下 原本是放纽娃出身的朱元璋 经过十八年的努力 成功推翻元朝统治者 建立了大明 在明朝初年 无论是开国皇帝朱元璋 还是明成祖朱弟 一生中都奔波于四处征拔 北到大漠 难道云贵 大明王朝的铁骑无处不在 在朱弟定督北京以后 又对北元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战争 而在最后一次北征结束回京的路上 明成祖朱密结束了他荣马的一生 从1351年爆发农民起义 到1424年朱弟最后一次进行北征 历时74年大明王朝打了数次当时世界上顶级的大规模战争 当时的战争对国力的损耗十分严重 但是实际上这丝毫没有阻碍一支超级舰队的诞生 在朱弟当政时期从永乐年 前开始 明成祖朱弟派出郑和使团 进行了七次远梁航行 宣扬明朝统治 增强大明国威 根据史料记载 郑和所率领的船队 曾到达过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最远到达了今天的东非以及红海地区 更为重要的是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海员最多 率领团队最为庞大 航行距离最为久远的远洋航行 同时 它也是15世纪之前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探险 直到今天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依旧存在 那么 在民生凋敝的战争年代 这一史无前例的超级舰队 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首先 最重要的原因 莫过于得意当时元朝的海运发达 其实 今天所公布的元朝版图 绝大多数属于元大都的统治区 除去元大都的统治者 当时的元朝还有四大汉国 他们占据了亚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区域 在这种情况下 元朝统治者很快就发现 西亚地区海运到达中远比穿过寥寥大漠庚 加方便 在这一背景下 海运迅速发展 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 其次 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同时 也先后剿灭了同时期的农民起义军 而在这一过程中 长江与密集的江南水网成了战争的主要区域之一 在这一过程中 大明王朝的水师逐渐变得强大 最终成长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水师部队 当然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朱元璋推翻了当时黑暗的元朝统治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压迫政策 当时元朝的工匠也一一解放 在格道政府支持的情况下 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力 正是这个原因 明成都时期的大明水师 拥有3800艘大小舰船 其中有250艘 就属于郑和当年的远梁宝船 梁帆全球的郑和船队 其实只属于当年大明帝国水师中的一支特遣队 而彼时的明朝水师 无论是整体实力 还是船队规模 都是名副其实的第一 到了这里 不得不提的是 在整个明朝统治时期 尽管帝王再无能 昏庸 悠悠三百年 所有的对外战争几乎未长一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康指写》 《住战争凌》 我所有的據